好了孩子们,继续来看后面的内容 OK,跟老师来看一下下一个知识点,商不变规律 学了商不变规律之后,我们就能让除法算式变得简单 OK,先跟老师来看一下第五 第五说,让计算出来并观察它们的变化规律 诶,这道题的计算我们仔细来看看,很简单,对不对 那屏幕前的同学们,赶紧跟老师来算吧 首先,你会发现这个费除数是不是都是200 除数是在变化,那么依次算算 先用200除以2等于多少 100 是不是等于100呀 那200除以20呢 等于10 等于10,对吧 200除以40呢 等于5 对吧,等于5 那再看我们最后的结果,找一找个认识 你看,在这个算式里面是怎么样的? 被除数变了吗? 没有 没变,是不是一直都是200? 嗯 但是除数变化了吗? 变了 变了 刚开始的除数是2,变到20,再变到40 是一次变大的呀 嗯 你看 除数是一次扩大 但是我们的伤呢? 一次变小 是不是一次变小? 嗯 你来看 从这到这儿 除数扩大了10倍 那这个伤呢 是就缩小了10倍 嗯 嗯 从这到这儿 除数扩大了2倍 那它的伤呢 缩小了2倍 就缩小了2倍 嗯 所以孩子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在一个除法测试里面 如果被除数不变 除数怎么变 对 那伤怎么办 是跟他对着干呀 嗯 他扩大 我缩小 他缩小 我是不扩大 嗯 缩小和扩大的倍数 而且是相同的 对不对呀 对 OK 咱知道了呀 一个规律 他不变 他大 他小 他小 他大 反正伤就和除数对着干 那如果变了呢? 如果是除数不变 被除数在变化 伤又是什么样的? 变化规律 赶紧跟老师来计算一下吧 第一个题 16除以8 伤22 好了 160除以8 伤20 320除以8 伤40 对吧 嗯 他按下出来 再看一下他 除数不变 被除数是一次怎么样? 好大 你们发现伤呢? 也是一次扩大 也是一次扩大 嗯 诶 这个题目好像跟刚才是不是不一样了? 嗯 刚才是 伤跟除数对着干 现在伤跟被除数是怎么样? 好朋友是不是? 嗯 我跟在你的尾巴后面 你怎么样 我是不是也怎么样?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情况 一个题目中 如果除数不变 被除数扩大 伤也扩大 被除数缩小 伤也怎么办? 也缩小 而且他们 被数是怎么样? 他到他这儿 是不是扩大10倍? 嗯 所以伤是不是也扩大了10倍啊? 是啊 所以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两个规律 跟老师来看一看 如果一个题目 被除数不变 那伤跟除数是不是对着干的? 嗯 他大他小 他小他大 如果一个题目 除数不变 伤是不是跟在被除数的尾巴后面? 别人怎么变? 他是不是也怎么变啊? 是啊 好吧 孩子们 这个题目 是他们两个里面只变一个 那如果说被除数和除数都变化了的话 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第六 计算 并找找回律 来看 第一题 好简单 8除以2 相减 相似 80除以20呢? 相似 那800除以200呢? 也相似 那8000除以2000呢? 还是4 还是 相似 相似相同的 孩子们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题 8到80 是被除数扩大了10倍 嗯 2到20 是不是除数扩大了10倍? 对 你会发现 被除数和除数扩大相同的倍数 相会变吗? 相不变 相不变 你大了 我也大了 是不是我们两个大了 最后就抵消了呀? 嗯 对 当被除数和除数扩大相同的倍数 相是不变的 那你再想想 那被除数和除数 缩小相同的倍数相会变吗? 不会 是不是也不变? 从87变成800 是不是缩小时倍? 嗯 从2000到200 是不是也是缩小时倍? 是啊 相似也没变 嗯 所以孩子们 我们好像又得出来了一个结论 带着这个结论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来看 6除以3等于多少? 嗯 等于2 孩子们 先不算 你来看一下啊 2的4除以12 是不是也等于2啊? 嗯 你再观察一下 这个算是 从6变到24 是不是扩大了4倍? 对 从3变到12 是不是也扩大了4倍? 嗯 倍除数和除数 扩大相同的倍数 算会变吗? 不会 是不是也不变呀? 嗯 所以同样的 再来 48除以24 他到他扩大2倍 他到他也扩大2倍 扩大相同的倍数 算? 不变 不变 是不是还等于2? 嗯 再来 120除以60呢? 还是 对不对? 嗯 你看 从6到120 是不是扩大了20倍? 嗯 从3到60倍也扩大20倍 所以伤是不是也不变? 是啊 孩子们 这个结论到底是什么呢? 跟老师来看一下 它叫做伤不变规律 在一个处法算式里面 如果备除数和除数 同时乘或除以一个相同的数 也就是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 伤会变吗? 不会 不会变 但是你在除以一个数的时候 你能除以0吗? 不能 好了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的伤不变规律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伤不变规律 让我们的计算变得简单呢? 比如说 刚才的例题里面 就有一道题目 能变得简单的 来跟老师看一下 去一算算 看 在刚才例三的题目里面 我们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例算是什么? 有6720颗牛奶糖 要给每个小朋友分120颗 能分给几个小朋友 这道题目我们例算式 是不是很简单? 嗯 应该用6720 是不是除以120? 是 刚才已经算出来答案了吧 孩子们还记不记得答案是多少? 56 应该是56这岁 嗯 那这道题目你看看 我列数式 刚开始是 这是三位数 是不是正用三位去除? 嗯 除了这样的方法 还有没有别的呢? 要想双不变 我们可不可以把除数和被除数 同时扩大缩小相同的倍数 可以 可以 但要变得简单 你说这道题是扩大还是缩小? 缩小 缩小 变到小一点 咱们是不是好除? 嗯 变到小点 它是这么多 它是这么多 你会发现是不是后面都有个0? 对 这都有了一个0 我们可不可以同时缩小10倍 同时缩小10倍 后面这个0还有吗? 没有 这个0还有吗? 没有 那就没了 直接在题目上面把这两个0给怎么样了? 滑掉了吧 嗯 所以它除以它 是不是变成了672 除以12了? 看一看 672除以12 上多少? 但是12 是不是只有67次除? 是 67次除 这应该是上5 所以5乘12 是不是等于60 嗯 最后再来 72除以12 上几啊? 上6 是不是上6 所以这是不是刚好是72? 嗯 孩子们 余数是0吧 那最后这个0都滑掉了 还用再落下来吗? 不用 不用落了 所以孩子们来看 最后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 56 可刚才的计算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呀? 嗯 比较一下 哪个计算更简单? 是不是这个计算更简单一点? 嗯 所以孩子们 最后算出来答案等于56人 所以 以后我们在做出法题目的时候 如果在些出法算是中 后面有很多的0 或者是你能把被除数和除数同时缩小的 咱们是不是可以先把它缩小 变得简单一点 之后再去除去就可以了 嗯 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的举一反三 这个题啊 完了之后我们先休息会儿 待会儿再继续